如果美国帮台湾的话 We will deface them Hello Muzi 新年快乐最近怎样 说到新年呢 每个人都是看新的一年应该做什么 啊我的未来要做什么 但是你想一想呢 也能如果不停下来看一看以前做过什么 很难有动力看一看未来我要做什么 所以今天呢我就是拿起我家里几样小东西 跟你分享一下几个小的故事 很随机很随机 真的是几个故事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我们走开看吧 哈哈第一个分享的小故事就是这个啤酒盖 这个啤酒盖呢是2017年的时候 去打一个托勒们赢的奖杯 然后我就留下那个啤酒盖 那为什么这个啤酒盖很特别呢 因为一年前2016年的时候 因为我输了决赛 同一个Tournament输了 我在Penalty的时候投球投不进 然后整个比赛输了 打了一整天 开车开了三个小时 因为我输了 那一天我很不开心 所以一年之后赢了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很有纪念 甲子 第二个故事呢就是这个扣针 看不看到 Focus Focus 好不错不错 跟这件come on come on 跟这件衣服 在2017年的时候呢 我去了北京的清华大学的summer school 很爽 基本上它是一个scholarship 你不用付住宿 不用付tution fee 然后他包200块的吃东西 基本上在里面吃东西很便宜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故事呢 我第一个记得的故事 是追mybro 的故事 我记得在一个200元的lecture里面 是一堂international relation的课 然后那个教授说到中国有什么问题了 其中一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感到有兴趣的 这是说到中国要unify 要统一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很政治的问题 你听完他的答案 真的是超夸张的 其中当然他说的统一的问题 当然是当然台湾跟中国了 那个教授在200多个international student面前 他说了 现在呢我们对台湾呢 就是用一些轻松一点的手段 如果他们不回来的话 我们就要用武力 然后他才加了一句 下一句才是追风的 如果美国帮台湾的话 we will defeat them 我们会打败他 对就是这样的故事 你想想是其中一家top ranking的大学 在中国里面的教授说出这样的话 中国的position就是那么强 谁不愿意听我的话 我们就要打他 打败他 we will defeat them 打败他 好 我们来到第三个故事 轻松一点的故事 好 这个故事短一点 这是这里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清明上河图 我早就在同一年在北京买的 然后很记得我在逛那些类似夜市之类的吧 然后我看到有假的钥匙 假的BMW钥匙 我跟几个外国人一起走 然后我拿起来看一看那个钥匙 然后放下来 然后我就走了 然后那个麦家跟我说了一句 一看就没有宝马 他觉得我听不懂 没救了 所以一看就没有宝马 然后最后一个故事 就是我坐纸上面就是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看不到 等一下给你们看 我念给你们看好了 这个就是 Player's Prayer of the Year University of Bath Handball Club 这就是我对上一年 赢了全英国大学的手球冠军 有什么小故事呢 最简单说几个 最几个就是其中一个球员 投球投不进 然后那一局平局了 我看到他 投不进 他平局以后 他再哭 他偷偷躲起来哭 他觉得很不甘心 这就是你感觉到 他们那种热血 他们有多100%放进去 一种运动里面 如果还是大学的 你们现在还没参加什么运动 或者什么社团的话 你们还是要感受一下这个热血 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啊 一个比较开心的话 是男生你们肯定要知道了 因为我在大学里面 打手球也是打得蛮不错 我很记得决赛赢了球以后 因为我们有男的球队跟女的球队 我很记得男这边 赢了决赛以后 所有女的球员直接跑过来 然后走到这里 很开心的 我得想一想 你以为是天堂哦 好了 这就是小小的故事 还没参加社团的话 你们要试试 参加大学的社团了 还有我最记得的 就是他们常常唱歌 oh when the bath is filling up you got the turn on the hot tub oh when the bath is filling up 这样就是我随便拿起几样东西分享的小故事 当然还有其他小东西是没有分享的 就好像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本书 还有这个 最重要的是要你们知道 如果你们新年突然有很多钱 想要买这个东西 买那个东西 觉得不买这样的东西的话 就会很不开心 那倒不如停下来看一看你现在有的东西 所以说不定你会更快乐 想一想你曾经做过什么 可能这些东西 这些经历 比你用钱买回来的东西更有价值 还有时间过得很快 如果不花一点时间 停下来看一看以前 到下一个新年 很可能你也不会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这个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小故事 Hit the like and subscribe button 好像没有这样说过 这是最近 好了还是说一说 Hit the like and subscribe button Smash the subscribe button 好了 新年快乐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Bye